第三波长者接种AZ疫苗分两天施打的瑞穗香卫生所 预约71人总共有66人完成施打 至于光复香相较上一次接种医院长者明显增多 一个上午打下来超过了原本150位的预约人数 乡镇首长及卫生所看见都乐见其成 长者接种AZ疫苗的年龄下修至75岁以上的老人 与65岁的原名长者 瑞穗卫生所在清联寺的施打场地 前来接种施打的长者似乎比第二波的还踊跃 公所也提供足语翻译 让前来施打的原名长者感到心安 分两天施打的瑞穗卫生所预约登记71人 今天总共有66人完成施打 镜头来到光复高职施打作业现场 为了增加身体的防疫力 每位长者在家人陪同下也都乐于施打疫苗 甚至还有长者将施打过程拍照纪念 证明 跟谁证明 家人 跟家人说没有打 那鼓励他们是不是 对啊 不会 因为觉得那个力大于弊 对 对 妈妈刚刚很紧张 那打完 好紧张哦 现在不会了 怎么样 我刚刚打完 我要休息了啦 他说先休息15分钟这样 有鉴于前两天受到接种AZ疫苗猝死的事件而出现还打潮 高龄长者将近2000位左右的光复乡 小长林清水一早也到场慰问医护人员的辛劳 并了解乡内长者接种的情形给他们信心喊话 防疫是大家的事情 每个人做好防疫 我们这个社会 这个部落社区才会更好 那个防护力量啊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打的人 给一次评估之后 没问题 就出来打 相较于前次 业运接种疫苗的长者明显增多 光是一个上午打下来 就超过圆150位的预约人数 增加长者的接种率 无形中也会提升全体社会的防疫能力 可以看出来 人数是有明显的增加 但是以比例上面的话 我们施打疫苗的那个涵盖率是明显的不够 所以希望是各位乡亲呢 能够多踊跃 因为疫情是 疫情的控制是大家的责任 那唯有大家一起合力去做 做好这个疫苗施打的情形 才能够有效的去恶毒 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 一个传播的一个速度 主任林春孝也再一次呼吁长者 在接种疫苗后多休息 适时的补充水分 这一两天也尽量避免激烈运动 或从事农务工作 明天25号也将会从现在的光复高质体育馆 医师到卫生所来施打 也请长者多加留意 避免白跑一趟 记得时遇兰光复采访报道